小猫狗 好巧啊 不巧啊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都不想我啊 有很久吗 我期末考试考杂了 所以一整个寒假 加上开学的两个月 我都在不停地学习 现在都五月了 算算咱们有四个月没见了吧 那你现在学习怎么样 五月考的成绩考得特别好 所以一拿到成绩单 我第一个就来看你了 那恭喜你啊 我给银辉还有阿珍买了水 我先走了 别跑啊 我有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呀 你搬的信 我为了找理由想见你 就去出发室把信拿出来了 我主要是想告诉你 我参加了栏目舞团 栏目舞团是什么 就是咱们是最厉害的舞团啊 里面全都是专业的舞蹈舞者 不过我现在还是个成员 偶尔演出 但也是迄今为止 栏目里接受的 第二小的成员了 很厉害的 那第一小的是谁啊 很年轻吗 第一小的 也只有五六岁的样子 这么小啊 幼稚得很 这就很难啊 这就很难啊 这我头球有 正是我昨天新买的 突然太可爱了 你感冒了 上个人都刚买的 四不第一个 那就是有人 在说你画一下话 谁会那么无聊 这可说不准 毕竟这世界上 有人无聊到 为了赠品要是亮 买了五大箱饮料 自己拿不完 还让我去拿 到现在我胳膊腿还疼着呢 这事不许说出去 我说当然可以 可是你这么辛苦拿到钥匙链 你干嘛不送啊 阿震 一会儿 你们的信 好好好 阿震 还有人给你写信呢 这不是信 不过啊 这可比信还重要 这是SHE的演唱会门票 可以啊 你们仨要去看演唱会啊 我和张杨奕一起呗 现在买票还来得及吗 来是来得及 但是不是我们三个 只有我和银回 周周不去 为什么呀 干嘛也搞特殊啊 周周有事 而且票价也挺贵的 周周周周 周周周 你怎么还想去看演唱会啊 说好演出那天 答应给我当助理的 转头就忘了 我 你什么你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当初为了这三个钥匙链 你答应给我当助理的 现在想放我鸽子 让我演出那天 没助理去丢人是不是 没有没有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张杨 施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原来是要去给张杨当助理啊 钥匙链给我看看呗 好可爱啊 怎么我们就将来吗 我呀 真�只 把她加牛大 赶紧 嗯 像